不管写哪类跑者的文章,都会有很多人在下面评论,这样跑膝盖会不会碎了呀?不是说跑步最伤膝盖吗?说到这里我就要呵呵了,美国关节炎库里语研究。 第一份研究显示,那些一直坚持跑步的人群发生膝盖疼痛的概率为21.1%,那些以前跑步现在停止不跑的人群发生膝盖疼痛的概率为25.3%,而那些从不跑步的人群发生膝盖疼痛的概率为29.6%,这说明跑步越多,发生膝盖疼痛的概率越低。 你可能会说,胡说,那我怎么还这么容易受伤? 讲真,跑步本身不会导致膝盖受伤,不管是出跑者还是自身跑者,凡是膝盖受伤了,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,要么跑快了,要么跑多了,要么没拉伸,伸等等原因。 所以,膝盖受伤,很大情况下都是就游自取。 今天,我们就来看看,导致膝盖受伤的那些原因吧。 1.几种比较常见的膝盖损伤 跑步导致的膝盖损伤有很多种,比较常见的是下面几种,来看看你的膝盖伤属于哪一块。 1.恰近数综合征,恰近数摩擦综合征俗称跑步吸,很多跑步,激情爱好者,经常会出现膝盖外侧疼痛的情况,并且痛感时轻时重,大腿弯曲弯曲,或者完全伸直时痛感最强。 类似这种情况,10.89是恰近数摩擦综合症,网络调查中,恰近数综合征扎跑步伤病的比例是14%,而半月半损伤,相比你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,有人每天坚持快走一万步,结果半月半膜没了。 比较常见的半月半损伤,是内侧半月半撕裂,受伤之后,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卡顿,比如不能全顿,区区膝关节的时候会在某一点有明显被卡住的感觉。 半月半撕裂一般发生在膝关节区区时,比如急停变向的瞬间,或是挑起落地的瞬间,当有来自垂直于膝关节内侧的外力作用于区区的膝关节时, 半月半撕裂的风险最大 三,病骨损伤,有很多人肯定都有过这种困扰,脚坐之后突然伸直膝盖的时候,会听到嘎嘣一声响,或是手放在膝关节上去伸膝关节的时候,总感觉膝盖里面有瑟瑟的感觉,偶尔有这种现象是正常的,但长期的这种症状,恰好是体现了病骨不合潮的现象。 病骨位于膝关节的前方,在膝关节运动,如下蹲、起立和跳跃等动作中,起着力量传递和支点的作用,同时,病骨也是维持膝关节稳定的主要装置之一。 在运动中,膝关节经常需要去身运动,病骨关节面就会与骨骨关节面长期将护脊压、磨它,热肌越雷,就会造成病骨软骨损伤,如软骨蜕变、软化、碎裂、关节面不平滑等,引起膝盖疼痛。 4. 韧带损伤 跑步时,膝盖外侧受到强烈的冲击,或者膝盖向下强烈的扭曲,很容易发生内侧侧腹韧带损伤。 摔倒时,从膝盖内侧受到强烈的冲击,而引发外侧侧腹韧带损伤。 跑步时,急停或者急准向时候容易扭伤膝盖,膝盖下方后侧受到强烈的冲击时,容易导致前十字韧带损伤。 膝盖下方剧烈接触较硬物体时候,一发生后十字韧带损伤。 2. 导致膝盖受伤的6个原因,总结了6个膝盖容易受伤的跑步习惯,看看你中枪了哪个。 1. 跑量加得太多太猛,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,刚开始跑步,发现感觉真好,就停不下来了,想一下子征服5公里,10公里,半马,跑量越来越多,速度越来越坏,结果咔嚓,受伤了吧。 2. 2016年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,当时,他疯狂爱上跑步,每天都跑10公里,有一次,他想把10公里程绩跑到50分钟以内,后面几公里跑得非常快,结果,跑完之后,膝盖就不能倒弯了,尤其上下楼,更是难受。 所以,膝盖受伤,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突然增加跑量,或者突然增加速度导致的。 2. 受伤之处不休息,还强行跑,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。 3. 某一次跑步后,感觉膝盖部位有点隐隐的疼,但是不严重不碍事,还是能跑的,所以你就坚持了下来,结果,小伤变大伤。 3. 橙子就是这样,在2016年跑蓝州马拉松之前,他就受伤了,但当时的他,没单一回事,还是坚持每天训练,最后还跑了蓝马。 3. 然而,蓝州马拉松到了35公里处,膝盖就开始疼,一度连路都走不了了,本来打算PB的。 3. 结果那场比赛只跑了5个多小时,比赛结束之后,休养了3个月才好,我们总是这样,觉得一点点小伤就无所谓,不会妨碍我们的跑步。 3. 结果,原本休息就能缓解的小伤病,变成了需要去的大伤病。 3. 靠前不热身,跑后不拉伸,前段时间,随机采访了20多个跑者,他们中有80%的人,表示不会,进行跑前热伸和跑后拉伸。 3. 其中,觉得浪费时间和不会做事最主要的原因,去年,全运会群众组冠军运验桥,接受马拉松助手采访的时候就表示,自己曾经有过一次受伤,了好几个月才好转。 4. 她当时去看副中心的时候,医生就说,跑步一定要拉伸和热伸,否则很容易受伤。 曾有一篇文章非常火,名字叫不拉伸,是如何一步步毁掉你的跑步的,里面就讲了拉伸的重要性,如果不讲究热伸,拉伸,那伤病早晚找上你。 4. 核心力量差,有些人跑步的时候,落地声音很大,那就是核心力量不强的表现。 核心力量不强,你的落地就重,膝盖所承受的力就越大,就更容易受伤。 其实,相比于出跑者,那些跑步大神,都只跑量几百亿千,但他们是很少受伤,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核心力量强。 就像达子一样,每个月五百到六百的跑量,但很少受乞丐伤,就是因为他经常进行核心力量训练。 5. 外八字跑姿,更容易受伤,没有什么是真正正确的跑步姿势,什么前脚长竹钉和后脚跟竹钉,对膝盖并没有大的影响。 但外八字,内八字,却可以影响你的膝盖。 之前采访韵燕桥的时候,他说的,跑步分三种,一是正常的脚尖冲前,一是内八字,一个外八字,这两种受伤几率都比较低。 但是外八字非常容易导致膝盖伤,两脚这边跑一条线,那边跑一条线,相对来说就是让我们身体的重量一直晃动。 不但跑起来不稳定,膝盖也不是垂直的受力,跑久了,会给膝盖造成很大的伤害。 在勤黄岛马拉松之后,膝盖伤得一塌糊涂,就是因为全程用外八字跑步。 六,提重大海强行跑,经常有人在胖子减肥的文章下面留言,跑得现在膝盖怎么样了,其实这样的担心也不无道理。 承受重量越多,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,膝关节腿化越快。 三,膝盖受伤如何应对,一,缓慢增加跑量,百分之十原则,我认识一个跑者,他的速度非常快,十公里能跑三十五分钟左右。 但遗憾的是,他的全马成绩,只有三小时五十多分,原因只有一个,跑量非常不稳定,经常受伤。 比如五月份的时候,他的跑量是二十公里,六月份的时候,可能就猛增成了二百公里。 盲目增加跑量的结果是,他膝盖受伤了,结果,七月份,他又不打算跑了。 一般来说,对于刚刚开始跑步的人,那周增加的跑量,不应该超过上周的百分之十。 比如,上周跑了五十公里,那下周就增加五公里,这样慢慢加起来,一个月也能跑步少。 这样做,能有效的避免膝盖受伤,而谨慎增加速度,尽量少跑,很多大神就算是跑速度,那也基本上每周一次,而不是天前跑。 所以,如果你要是想跑出成绩的话,一周跑一次就好了,这还是建立在跑量大的基础上。 受伤了之后,就千万不要跑速度了,轻松跑还是可以的。 另外,速度训练也是有基于跑量的,跑量增加到一定程度,练习速度就比较有必要,不然对于PB也没什么效果。 三,慎重对待伤病,两千把则,去年,运渐桥受了点小伤,但他当时没管那点伤病。 结果过了几个月,伤病严重了,只能去每天进行理疗。 我也经常在后台能看到这样的留言,我膝盖疼,最近也一直坚持跑。 脏还是疼,该怎么办? 像歪脚,肌肉拉伤等这些立竿见影的伤病,属于感受很明显,起来了也很快的。 脏更多的伤病,是潜移默化的。 我们遇到的很多伤病,在受伤之初,都是可以忍受的,但是久而久之,就疾劳成疾了。 所以,受伤有一点苗头的时候,就要采取措施,要么休息,要么去看医生询问有经验的跑者也是可以的,但专业的医生还是更好点。 在跑步的时候,如果有身体部位连续两天都在疼痛,而且越来越疼,没有好转的迹象,那就应该休息了。 这个时候,就千万别再跑步,甚至参加马拉松了,不然有可能积劳成疾。 四,坚持练习核心,重中之重,核心有多重要,就不用我再赘述了,几乎所有的精英运动员核心都不会差,所以练好核心,你跑起来才会轻松,持久,无伤。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,练好这个部位,跑起来会轻松,持久,无伤,里面有一些训练核心的方法,可以点击查看。 五,注意矫正跑姿,改善外巴,外巴子跑姿,很容易导致受伤,很多跑步外巴子的人,走路大多也是外巴子,所以矫正跑姿,先从矫正走姿开始。 六,一定要做热身,跑者必备,以下是一些拉伸方法,大家可以实习一下,马步跳,刺激大腿肌肉,抬腿脚路绕环,提高环关节肌关节的灵活度,弓步伸展,全身放松,拉伸大腿肌肉,马步蹬,增强核心支撑能力和下盘稳定性,高抬腿,刺激小腿肌肉,前身踢腿,增强腿部整体灵活度, 加强血液循环,马步功夫专体,增强宽胯膝盖活动范围,交叉腹部运动,拉伸腿部后侧肌肉,活动臂膀,上肢灵活,交叉跳,功夫专体小幅度,功夫专体大幅度,以上的热身训练简单实用,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做,就可以很好的起到效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